至於天蠍或上升天蠍 是很容易被合夥的對象 投資的對象 譬如說一起開店或創業 或者是你的同事所騎到頭上 你會發現他們不但不聽你的話 而且還不受控制 加上合夥運比較弱了一點 也很容易被人家 不單是騎到頭上 可能會被污錢 或是錢被拿走 或是有一些不好的陷害 所以這方面天蠍座如果要做 做事業也要特別小心 兩個都爽 那摩羯跟上升摩羯要特別小心 對 這在工作事業方面 其實摩羯做試驗運很好 但下半年你會覺得很多後輩 心境的人好像都踩在你頭上 你唯一可以贏的就是靠著耐力 肯吃苦還有物超所持的感覺 才能夠贏 不然的話你可能很難勝出 但整體運勢上來講其實是非常好的 物超所持是什麼意思 物超所持就是說 對 可能你一個人可以做五個人的工作 然後六個人可以做十個人的工作 這樣子 陶芯老闆有來拜託你嗎 沒有 他有說請你現場說服一下小虎哥嗎 加油 是 好 來 白人請放下 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新人志豪 有 志豪以前當過立法院的委員助理 對 剛退伍的時候在委員那裡 非常知名的這一位女委員 某位女委員 對 真的 然後就是邱易營對不對 邱易營邱委員 你幹嘛吞口水 美女委員 對 美女委員 南部美女委員 因為其實真的嗎 真的嗎 邱易營很漂亮耶 漂亮的 漂亮耶 而且能力很強 很漂亮耶 其實這就是外界的物質 真的喔 它是問政風格比較飄悍 用飄悍會不會太嚴重 不會啊 那他還滿好的 問政犀利 可是實際上私底下像他對我們 這些助理啊 就像弟弟妹妹 真的喔 對 比如說我們公事忙完 就走 我們去唱歌啊 我們去走一走啊 去鬥風什麼 這麼好喔 對啊 他就是像姊姊這樣啊 就是跟外界 私底下有哪些立委 是私底下比較飄悍的 我不知道耶 沒什麼再接觸 我這個人就忠於 那個時候誰付我錢 那你做立委的就是委員助理 然後讓你有什麼樣的學習 或者很特別的經濟 你們要做些什麼啊 為選民服務 因為選民服務的面向太廣了 可能大到什麼 這個法案我們要關心 小到可能他們水溝不通 或是電燈沒亮 里長在做的我們也做 水溝不通電燈沒亮 這一找立委 我們也可以到服務處請你們 當然可以啊 任何事情他都可以去關心 所以我覺得做這個工作 就變成說 認識很多人 接觸了很多的層面 接觸了不同的機關 都不會認識的 都是加電燈壞的 會有水溝不通嗎 不會啦 很多政府機關其實都會聯絡很大 然後學習到 怎麼跟不同的人這樣 去面對他不同的情緒跟態度 自己的EQ會成長 不錯耶 然後志豪我們剛剛小虎哥也說 許志豪 對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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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卡雞喔 你是卡雞嗎 不是說叫志豪 我說志豪 剛才小虎哥有說你是英文老師 這樣說不得了嗎 不得了 我去參加營養比賽 那有一個機會呢 剛好台灣就是要一個名額到日本去 去做一個英文論文發表大賽 就被我拿到那個名額 英文論文發表大賽 對 他就是做一個 表演 就是你做 表演 對 表演 他講英文整個感覺就很標準 真的耶 你唱一下英文歌好不好 你口音好好聽喔 但是一定要把閩南語的那個 對 這個口音超好 Yesterday 對 他就是River來了 Double P LOW YOU AND ME 你是教學的吧 誰人親頭啊 Double P LOW YOU AND ME 你再唱一次好不好 唱得比較完整 而且要你那個 米南語的那個技巧要在裡面 Double P LOW YOU AND ME I AM LONGSTONE 肚子有沒有抖到 有 有 我也是唱將 我唱歌記住很多 真的耶 好Q 很好耶 哪有 超久的 不好意思 所以你也去日本 對 那時候就是 我覺得我的運氣 然後我拿到這個名額之後回來 我的第一份工作 就在補習班教書 一直到現在我還在教書 你來介紹一下 我們台灣國寶級的男歌 這個 用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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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他已經入圍了葛蘭梅講 然後你英文介紹他 就台灣的國寶級男歌手 我非常榮幸 我非常榮幸 要介紹 台灣最有名的歌手 Mr.蔡小虎 給我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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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一下 送一下 我送一下 很爽的 還可不可以再多一點訪問他 你訪問他好不好 訪問他 訪問這一次得獎的什麼 什麼心情感 入圍的心情感 不要啦 不要 不要介紹兩環 快點 最好 轉移目標 介紹兩環 最好再多一句訪問快點 所以... 嗨 Mr.蔡 我聽不到你聽 我是怕他 他找不到他 他找不到我跟我說話 你跟我說年紀我啦 你說啦 對啊 小虎哥英文 日文啦 年紀喔 那你用日文介紹一下新人 我可以 那你用日文回答好不好 不然你用日文回答 趕快介紹一下涼花 奇怪 有什麼時間了 對 誰說什麼啦 沒有啦 這是要介紹林涼花姐 對 林涼花我們會介紹 對 對 叫你說你就說 我不要說啦 叫你別說你就醜了 這樣你都稍微睡一下 我跟換我們的黃老師說一下 好不好 黃老師來 我們一起來關心下週 各生肖的整體運勢 好 你是個黃優婦 我跟西洋人一樣 下個禮拜9月3號 就是所謂的中元節 所以中元節很多的禁忌 請各位要小心要注意 然後中元節呢 因為是請好兄弟吃東西 但人也吃啦 小心不要吃壞的肚子 不是 你說小心不要吃到好兄弟 這樣什麼 好嗎 好 我把食材剩下分為三個 最好普通跟不佳 每次都有這個不佳的 我們從不佳開始來看齊 不佳的首先第一個 是屬雞的朋友 對 他是怎麼樣比較不佳呢 是霧成口舌之快 導致同事失和 這就是人際關係 不是真的相處 好 再下面一個呢 是屬龍的朋友 他是哪方面不好呢 是吃喝玩樂要所節制 剛剛講過好兄弟吃 你不要 也不要吃太多 一般都會吃嘛 而且夏天 食物容易腐爛 小心一點 真的不要吃太多宵夜 對身體不好 OK 好 再下面呢 OK 老師也OK 對 對 真的好國際化喔 對啊 好 不佳的 下面還有屬老鼠的朋友 什麼事情呢 沒有偏財運 不必白費工夫 意思是說你不要白忙 忙了一陣子 其實想要去多賺錢 多打工 多努力 結果什麼都沒有 OK 也不如去簽了 對 好 下面呢 不佳的還有一個屬豬的朋友 這個 這個 英文是怎麼說小五 Pick Pick 好險你沒有說Paul 不打 不打 是嗎 好 他要注意的是 與家人關係互動不良 產生摩擦 這個包括當然是小孩 婆媳 夫妻這兩個都算 提醒您注意小心 OK 再看完不佳的我們看 普通的 這是一般的